這邊會有一個叫台北市 因為我是拿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我覺得台北市開放資料還蠻多可以用的 其中的話有一個叫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你們可以點選底下這個 或者你Google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也會有這個資料 然後點擊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下載資料的連結 我這怎麼找到呢其實很簡單 直接到那個 這個應該叫什麼開放資料吧 或者你叫開放資料 或者台北市開放資料 這邊就有台北市開放資料 那就在這邊輸入什麼輸入竊道 竊道裡面的話呢它會秀出一堆 那其中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中的話當然有什麼汽車啦 自行車、住宅 我覺得跟住宅好像跟一般人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 住宅切到點位 做練習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是CSV 因為它這個格式也是CSV 也比較符合我們要練習的檔案格式 其中的話你把它點擊 這邊就有下載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資料夾中顯示 這邊就會出現 這個檔案了 那它是一個CSV 它是一個什麼 CSV檔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各位練習一下 請你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幫我做一個 查詢系統 讓我可以查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查 可以查那個什麼 可以查地址 裡面沒有地址 但第一個啦 我是希望說 請各位幫我把 這邊的資料 可以通通丟先放在資料庫 第一個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它有總共幾個欄位 總共有五個欄位 A B C D E OK 那欄位名稱分別就是這五個 那總共幾筆資料 Ctrl向下 哇這個資料比較多 3232 3232筆 OK所以第一個 我希望幫我把這個資料 全部篩到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想要針對什麼 其實我會發現 其實這邊 B欄好像是多餘的 因為B欄根本不需要 所以 按類 算了沒關係 反正 我們先 把資料先放進去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利用什麼 或者利用這個什麼 編號 做查詢 另外的話 其實發生日期 你會發現 它其實不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所以將來你要做 剛剛的Between End 你可能要先把這個格式轉換 成標準的格式 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 你沒辦法做查詢 然後再來的話呢 發生時段 這個也是一個文字 反正沒關係 那我們如果要查哪一條路上面 的相關資訊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關鍵字查詢 或者你可以 仿照剛剛的方式 做一個 地址查詢 地址的關鍵字查詢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那待會我們再來 一起來看看 怎麼樣 利用剛剛 講過的這個方法 快速的把 這個 資料寫到資料庫 不過 有一點可能會同意說 老師那前面的資料 不是都是CSV嗎 那這個是 前面都是TST啊 那這個CSV 怎麼讀 其實跟各位講一樣 因為其實CSV 它背後 其實也是 你可以把它當文字檔 也就是說 你可以用記事本來開啟 按右鍵 開啟檔案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 跟那個文字檔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這個 C的話 是Comma Comma指的就是說 按照豆點幫我做分隔 所以其實理論上 利用那個什麼 利用那個ECL開啟也OK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用記事本開也OK 那表示說呢 我們用什麼 用F物件Open Open這個也OK 那只是說它是UTF的格式 UTF8的格式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基本上完成兩件 第一個就是把資料放進資料庫 第二個在做那個查詢系統 我會教各位 其實你甚至可以不需要 特別去把它下載下來 其實它本身會有個連結啦 所以其實這個連結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 我今天有提到那個Request 直接把這個文字檔案 直接抓下來 也就不需要特別下載 這也是用爬蟲的方法 可以爬取這個上面的CSV 不過今天我們還沒講到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下載 那第一個的話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的資料下載之後的話 把它這個下載的資料 我是建議直接把它移動到哪裡 乾脆移動到這裡好了 移動檔名就是這一個 把這個檔案把它移動到我根目底下 好處就是說呢 我們路徑就不需要特別 還要去用那個絕對路徑 所以直接找到這個路徑就可以 那主要有幾個地方稍微變更一下 其實你可以拿前面的那個範例 比如說新增會員 你可以拿這個新增會員 直接來修改就可以 那改的方法有哪一些 特別注意 其實我是覺得也還蠻容易的 因為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改1 把他的那個資料庫的名稱改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其實資料庫跟資料表的名稱 以前的程式好像沒有 就是會對中文的部分 會有一些問題 可是我剛剛試了一下發現中文好像OK 所以喔 其實這邊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叫竊道 比如在這邊的話 你要想 再去翻那個 英文的名稱 不然乾脆直接用那個中文名稱好了 我發現他對中文也相容性還蠻好的 那也就是說我建立一個資料庫名稱叫竊道 那建立一個資料表名稱叫住宅 住宅類的竊道 住宅 OK 所以我拿那個新增會員來改 OK 那這邊的話呢 記得要改哪些地方嗎 改這個 Drop Table If Exist 住宅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Member01把它改一下 那欄位數剛好他是五欄 所以這個地方剛好不用改任何一個地方 剛好跟會員的資料一模一樣 不需要改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讀取 讀那個檔 檔在哪裡 檔在這裡 所以我的習慣是直接點 把這個檔名跟副檔名複製一下 直接貼過來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比較可以避免 你自己打那個檔名 發生錯誤的機率 OK 如果這樣直接貼 保證不會錯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用Realize 一樣嘛 這個可以把它註解掉 然後呢 全部讀的話就是For i in range 那要避開第一筆啦 所以不能是0 一定要是1開始 從 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個呢 這個避開嘛 這個0 從1開始 OK 到最後一個 那最後一個怎麼表示呢 這個其實你可以用L1N L1N的話 意思是算 算什麼呢 算這個串列有幾個 OK 那我們就算這個串列有幾個 的結果 當成是它 因為它的編號從0開始開始算 所以喔 我們就剛好停在它的總長度剛剛好 所以你以後可以記一下 反正要停在最後一筆資料的話 那就是L1N 刮弧 這個 串列的總長度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當然呢 一樣要把它尾巴的換航拿掉 因為其實 CSV本身後面也是一樣 會有一個換航 然後 這邊一樣 痘點 這邊又出錯 L1N OK好 會不會又是之前一樣的錯 1234 好 乘檔一下 然後 底下的話呢 開檔 那底下因為也是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欄位 這邊剛好也是五個欄 所以這個也不用改 寫入成功 OK 那理論上的話呢 我大概就只有改幾個地方 包含那個資料庫的名稱 資料表 一個兩個 然後欄位剛好有五個 所以不改 用ABCDE其實還蠻好表示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 它的路徑 記得喔 檔名 先加附檔名 建議是用那個 就是重新 就是直接把檔名那個地方把它複製過來 那因為它UT的8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UT的8 就不動 那 再來的話 理論上應該這樣OK的 看看這邊為什麼會出現錯誤 他說 他不認識 這個行不能關掉 這個一定要READLINE 難怪 把它讀進來 OK 好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 所以呢 也沒改幾個地方 我們來試試看 1 2 3 4個地方 所以其實基本上 拿剛剛的那個程式 稍微小改動一下 那把它直接執行一下 那 所以你會看 Member 這應該有沒改到的 Member 應該 在這裡 這個地方沒改 這應該改成住宅 所以這個地方也要改 剛剛漏掉了 執行 OK 寫入成功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還蠻快的 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啟 切到 這邊有了 然後 也是一樣5個欄位沒問題 Browse Data 資料過來了 總共有3232筆 沒錯 OK 而且相當快 他一下就幫我把 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掉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寫入 新增切得還蠻快的 再來的話呢 把它改成查詢 那如果查詢 我希望查什麼 查那個地址的關鍵字好了 那這地方該怎麼改動呢 這裡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先一樣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查詢部分的話 拿這個來改好了 那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一樣的話呢 我們是到那個竊道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把這邊改成竊道 然後 這邊的話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剛剛我們關鍵字的查詢 關鍵字查詢在這裡 所以其實拿這個來 修改好了 套用範本就可以了 然後請輸入地址 比如說我要查地址 然後 這裡的話當然這邊就改成剛剛的那個 住宅 那地址的話在哪一欄呢 地址基本上應該最後一欄 最後欄是一欄 like 給關鍵字 那最後把我們的欄位名稱把它秀出來 總共一樣五個欄位 所以我把 他的欄位名稱剛好就這五個 直接拿這個文件 這邊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一二三四五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只有改 一個 兩個 這個地址關鍵字 這些 OK 所以一二三 然後四 其他都沒改 這樣的話呢 我們查詢系統 就建立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會成功 關鍵是CHX 中山北 中山北路 然後呢把資料呢 帶到這邊來 讓他去一欄裡面 查查看 有的話呢就幫我把它列出來 中山北路有幾個 有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哇這麼多 中山北路的切搭案件 哇 這麼多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想要針對哪一條道路呢 的切搭案件去做分析的話 馬上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這個好像太多了 中華路看看 中華路也還蠻多的 中華路 然後 看這邊 桂陽街 桂陽街比較少 因為桂陽街可能比較短 然後都發生在桂陽街二段 一段我們這邊好像都沒有 然後 凱達格蘭 凱達好了 凱達格蘭 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就顯示 完全沒有資料 也就是 總統府前面應該不會發生切案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我們剛剛的 這個新增資料 然後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切到 那這個資料的話 基本上就來自那個 我剛剛提到這個資料大平台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剛剛忘了 不過我也把它錄下來 不好意思 那我剛剛的那個 程式碼 我等一下 會再傳到那個雲端上面去 喔 好